今天隋大厨又来到我们家里边 又来了 报个菜名 这咱们特别大气 中华霸王龙 这带鱼有鲜的和冻的这个区别 所以你在市场上去买的时候 要买这个链猪 黄蟹猪不好 你看这个就是黄蟹猪 黄蟹猪边上你得摸一下有没有骨头 它有一个圆的骨头那种是净骨带鱼 中国的国产带鱼你看咱们就是这么大 你也摸不出来 因为这是一道大菜 大菜必须得要大气 你的食材也要比正常的食材要 说白了就是多少大 可是这也体现出咱们中华俩字 就不能使这个了 祖国强大 繁荣昌盛 就得大一点 刚才你说简单 特别简单 主料就是带鱼 小米辣 青红美人姜 那么小料就是姜跟蒜 连葱都不用 这是一个葱姜水 一会切完这个肉条 要搁葱姜水的去腻性 泡一下 这个就是淀粉 一个生粉 一个玉米淀粉 这个比例 这个比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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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带鱼洗净 这个表面这个白颜色的所谓的跟鳞一样的不用去掉 这是仙代鱼 是在头的这个部位 往下大约一厘米要给它切掉 切掉之后 从腮下边贴着骨头 要给它片一下 把这个骨头给它切断 这是造型 一会让它蘸着 干活一会儿剪刀 这玩意后它会带出这一根小刺 糖里边的黑的黑粘末一定要洗掉 很干净 这个刀呢 切着骨头去肉 要把它肉片下来 片来以后 这会儿来改刀的腌 然后把这个带鱼呢 要切成切成段 其实比较大 那咱就中间一刀 切完断之后给洗一遍 表面的脏中位洗一下 弄完之后拿葱姜水 大约腌上的15分钟就行 好 这两种粉掺一下 一比一的掺一下 一比一的 玉米淀粉和生粉这两种掺一下 生粉它主要含这个 叫汁料淀粉比较多 它比较粘稠 看有一个造型啊 你选一个合适的位置 待会儿这是立起来的吧 立起来 一会儿放的时候是这样 鱼头 把这鱼肉捞出来以后啊 要蘸上这个淀粉 炸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慢慢的等那个淀粉啊 阴过来了 也就是原料里边的水出来之后 吃透了它 而且呢就是 干粉啊下锅炸有可能会产生那个爆炸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炸的时候是手啊 转一下 一转呢这个 一是变成条状 二呢是没有 蘸完水的淀粉 它就湿过来了 淀粉在原料表面 与水结合形成护框 在油温的高温作用下 凝结 叫糊化凝结成壳 要是说这谁的脆辣粉 会不会更好 懒人没有问题 你看 绕着弯了来说我 懒人没问题 第一步咱们主要是炸熟定型 因为我们还要炸这鱼头 这个地方一会要站住的 所以呢 要让它掰开下去再炸 下锅的时候呢 直接按到锅底 让它定型 一会好站着 油温得到六七成热 温度低了 它就脱没了 脱没了一会一炸 就在那带鱼皮都没有了 带鱼头上最可吃的是下巴上这块肉 还有这吧 鱼脸这块 然后还有它后脖子 它一根硬骨头 后脖子那两侧的那个肉皮特别好 然后炸这个身子 大家看手法啊 炸一个屏面上它定型 这个带鱼骨头呢 一是要炸定型 二呢是早上炸的干一点 那么就直接掰着就可以吃了 家里边做这个 你要是炸不好 那么站不住怎么办 准备点土豆泥 下边一摁 坨坨的 粘住了 坨坨的 鱼条 覆炸 这个带鱼是不是炸到这样 卡拉卡拉的 卡拉卡拉的 大家听听 卡拉卡拉的 这个是辣鲜露跟生抽 切碎 葱姜 葱姜 放里边 小米辣 买的 姜放里边 生抽有点咸 还兑点水 稍微一煮 那辣味都出来了 把鱼条放进去 它还一刀就成了 对 压上它它就不跑了 放一个酱油茶 要浇这个鱼骨上 花花草草摆上来 这个鱼肉呢是一点刺没有 你们敞开了吃 乱浇里面 这个腊味给它真的是挺到位的 这个菜了 网友把你们结婚了吗 没没会来 鼓楼找老冯